各位讀者大家好 我是劳麗文医师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中医护眼的描发 眼睛是我们沟通世界的灵魂之窗 透过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最美的色彩和迷人的风景 很可惜现代人都是压力大 经常要熬夜工作缺乏休息 长时间要聚精会神 忽略了保护眼睛的重要性 久而久之就会衍生了很多的眼疾 例如青光眼、黄斑病变 严重者甚至会去到失明 以下来我将会介绍一些护眼的月位 每日只要花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保护我们美丽的双眼了 首先是开天门 我们两只手指公由眉心向上推到前发制 而第二个动作是推陷功 两只手指公分别由眉心同时向外推到我们的眉角 开天门配合推陷功有明目、清老和安神的功效 而第三个动作是由太阳 太阳月就是在我们的眉眉和眼角之间 向后大约一环子的粒陷处 我们用两只手指公或者中指打圈地按摩这个月位 有助消除疲劳和缓解头痛 第四个是由封瓷 封瓷月就是在我们的颈部枕骨之下 胸锁预突肌和斜方肌上端之间的粒陷处 我们用两只手指公按摩这两个月位 有助对抗疲劳和治疗眼干、眼痛、醒露提神的作用 综合以上四个操作 我们只要每日一次、每次五十下就可以了 第五个是击按精明 精明月是位于我们的眉头直到眼头的粒陷处 顾名思义这个月位是可以令到眼睛明亮清澈的意思 当眼睛干劫的时候 用食指或者母指击按两质的精明月十次 可以迅速缓解疲劳和改善眼球周围血液循环 最后想介绍一些软端一点的月位 第一个是点按光明 光明月是位于我们小腿的外側 肥骨前缘 外画尖上六个手指的位置 这个月位是可以治疗眼疾和恢复光明的 而第二个是点按养老 养老月是位于前臂手背的位置 减便取悠的方法是掌心向下 另一只手指的帽子按在我们尺骨小头最高点上 然后将掌心转到胸口的时候 手指滑入骨缝之中就是养老月了 以上两个月位用拇指帽子交代点按 anc 以局部宣章为准则 每日两次 每次30到50下 可以缓解眼痛眼干正常病 对于其他的眼疾都有辅助治疗的作用 其实中医治疗是疲劳的方法有很多种 而且效果都很显著 如果症状都未能缓解的话 建议去找眼科医生检查 去排除一些严重的眼疾 最后希望各位读者每日坚持做以上的小妙法 一起来保护我们名谋的双眼